大家好,欢迎回到海之光英语频道,我是Kathy I'm Stephanie, welcome back everyone 一提到推荐美剧来学习英语 很多人都会想到Friends, Everybody Loves Raymond 这样的经典美剧 他们的制作的确很精良,但是毕竟是90年代开始播出的 很多当时的英语口语表达方式,包括俚语之类的 到现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不太适合大家作为当下的英语学习材料 所以我们挑选了22部2000年以后推出的美剧,推荐给大家 我们先按照题材进行分类介绍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会针对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美剧来学习英语听力和口语 提出几点建议和学习方法 由于视频时间所限,有很多不错的美剧这次没能收录 还有哪些是你们喜欢的呢?请留言推荐给大家 另外啊,有来自台湾的网友建议增加繁体中文 所以从这一期开始,我们会给视频增加繁体的外挂字幕 供平时使用繁体中文的朋友参考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下角的按钮把字幕打开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想按照剧情题材给大家进行分类介绍 第一大类呢,是家庭伦理生活类的美剧 第一部,摩登家庭 这也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情景喜剧 主要是围绕J和两个子女各自的家庭展开的 这部剧里每个人都不完美,都有一些小缺点 却不影响大家庭的和睦和友爱 这才使得整部剧变得很细腻也很真实 全部十一季看下来 我们就看着几个孩子一年一年的长大 而大人呢,又一年一年的变老 许许多多的趣事和坎坷挫折都发生在这一大家子人身上 虽然他们经常矛盾不息 但是却让人感到了亲情的温暖 我们曾经在听不懂英语的七大原因里面 是节选过这部剧里边的一个小片段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片段 第二部剧是老爸老妈浪漫史 How I met your mom 这部美剧呢采用的是比较新颖的叙事手法 他以主角Ted Mosby在2030年的时候的口吻 向他的孩子讲述了他是如何和他们的妈妈相遇的过程 个人觉得这部剧跟老友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因为他们主题都是在讲爱情和友情 不仅有轻松的幽默 还富含许多的人生哲理 而这部剧最吸引的地方呢就是掉胃口的功能 因为观众从第一季就一直在猜老妈到底是谁 在这里就不得不称赞一下编剧的水平了 第三部是好汉两个半 从剧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部属于男性的生活喜剧 讲述了离婚后的弟弟艾伦带着儿子杰克的到来 打乱了主人公查理悠然自得的生活 进而在两个男人和一个男孩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编剧也是生活大爆炸的编剧 所以笑点比较密集 每个角色的性格缺陷都被放大到极致 但又为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点缀了一抹亮色 这部剧的急与急 急与急之间都没有特别强的线索联系 所以看起来呢也比较轻松 我们先来看个片段吧 好 第四部剧呢是破产姐妹 这部剧也是情景喜剧 总共有六季 讲述的是两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都市女孩 共同打拼的故事 她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 哪怕生活再苦 她们却始终不放弃梦想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气息十足的美剧 没有过多的说教 但是两个女孩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又很鼓舞人 第五部是绝望嘱咐 这是一部家庭伦理的电视剧 描述了四位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婚后生活 总共有八季 这里边有热心善良的傻大姐 但是经常好心办坏事 还有表面精致完美 但是一招渣男体制的淑女 还有理智冷静的女强人 和自私利己的败金女 主人公们都是不完美的 而是活生生的立体多面的人物 剧集里有很多令人深思的片段 亲子教育 夫妻关系 邻里社区关系等等 尤其是剧目的总结 十分有哲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开车被交警拦下来的片段吧 第六部生活类的美剧呢 是绯闻女孩 Gossip Girl 这是一部青春爱情剧 一共有六剧 讲述的是曼哈顿的上流社会阶层 展示了富家子弟的生活 而其中的绯闻女孩呢 是曼哈顿上东区的最神秘的人物 从她就可以了解到上流贵族巨细无疑的生活了 在这部剧里边 对感情的表达方式 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比如和别人谈话的时候 即使表达不满 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开始的 不是一开口就责怪对方 还有呢 就是怎么样优雅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同时让自己和对方都感到舒适 感觉到被理解 这些大家都可以参考 好 下一部剧是生活大爆炸 这部爆笑喜剧一共有12剧 讲述的是四个科学怪咖 和一个美女邻居发生的搞笑生活故事 随着故事的发展呢 又有两位女性融入到 他们这几个人的生活中了 而且她们都找到了各自的情感归宿 整部剧里边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Sheldon 她缺点多到数不清 不懂人情事故 没有情趣 对于她不认同的一切 刻薄又毒舌 但又不得不承认 她单纯可爱 而且同情弱者 所以当看到这个怪胎 终于拥有自己的幸福婚姻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落泪了 今天介绍的最后一部生活类的美剧呢 是小谢尔顿 这部剧就是刚才提到的 生活大爆炸的衍生剧 它已经播完第五季了 讲述的就是Sheldon的童年故事 围绕着Sheldon的爸妈 外婆 哥哥和双胞胎的姐姐展开的 他们一大家子都说着 德州口音的英语 本剧属于家庭温情喜剧 而且更贴近普通人的家庭生活 时常给人一些温暖和幸福感 现在我们就先来感受一下吧 第二大类呢是职场类的美剧 我推荐的第一部是新闻编辑室 这一共播出了三季 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有线新闻电视台的故事 通过这部剧 我们可以了解到新闻背后的制作过程 年薪千万的新闻主播的幕后生活 各个现实中的重大新闻事件 还穿插着剧中各色人物的情感纠葛 往深层讲呢 这部剧反映出很鲜明的新闻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精神 也让普通人感受到了新闻从业人员 对工作的热情和执着 第二部是硅谷 看片名就知道故事是发生在高科技产业云集的美国硅谷 描述了四个不善社交 但是聪明绝顶的计算机程序员 受到依靠互联网站发家的亿万富翁的特殊照顾 他们可以免费住在他家里 但是他们的项目如果日后获得成功的话呢 富翁要拿10%的股份 后来这名富翁和其中一个程序员共职的公司 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的新型文件压缩算法 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潜力 于是一场价值千万的争夺战就开始了 但是最终啊 所有人又都归于平静 回到了最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三步是金庄律师 这个故事的主线呢 是一个纽约曼哈顿的著名律师Harvey 招聘了一名辍学的大学生Mike当助手 Mike虽然有着天才般的头脑 但是在法律上他还是一名新手 不过他对这一行的热爱和机制让他进步飞快 所以两个人在律师事务所里就成了 博案常规出牌的常胜搭档 好下一步是神凡警探 这部发生在警察局里的情景喜剧 一共有八计 背景是设定在纽约市警察局旗下 位于Brooklyn区的99分局 当然是虚构的了 剧情讲述的是一个有能力 但是缺乏责任感的侦探叫Jake 如何像刚刚走马上任的顶头上司证明自己 2021年8月才播出了最后一季 所以还算是比较新的美剧吧 我们先来看一个很有趣的片段 下一步是好医生 这部剧是House 豪斯医生的主创打造了又一例作 讲述了是一个年轻 有学者郑侯群的外科医生 Sean Murphy加入了一家著名的医院 这令所有人都起了疑问 一个没法和常人建立关系的医生 真的能治疗患者吗 而事实证明啊 他虽然不擅长社交 但是他的诚实率真和精湛的医术 让他成为了一个天才医生 职场类的美剧 最后一部推荐给大家的是办公室 这部发生在办公室里的情景美剧 记录了美国小镇的一个小公司里 发生的有趣的故事 办公室生活就是这样 不管喜欢不喜欢你的同事 你们都要每天在一起 大家之间有小摩擦 有恶作剧 还有相互支持和鼓励 在生活中 我们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 要比家人还要长 所以其实办公室 就是另一个小家庭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三大类 是犯罪嫌疑类美剧 第一部越狱 这是一部犯罪题材类的动作片 在剧情中 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传奇 越往后看 你对他们的看法就会越客观 很多人和物啊 并不是我们起初想象的那样 所有的谜底 都等导演在最后会揭晓 但是你越渴望他们越于成功 导演就会越磨叽 下面这部剧名字叫致命女人 这部犯罪题材的喜剧 在2019年才播出了第一季 故事背景却设立在60年代 整部剧是围绕着三个平行的案件展开的 主要讲的是三个已婚的女人 面对丈夫出轨带来的婚姻危机 分别是如何应对的 表现了女性的社会角色 虽然随时间变迁 但是她们对背叛婚姻的态度 却没有改变过 这部剧的标题啊 就是个问句 Why women kill 为什么呀 我不想做剧透了 大家自己边看剧边找答案吧 第三部 东城梦魇 这部美剧去年才在HBO播出 一共只有七集 故事是发生在费城周边的 一个虚构的东城小镇之中 一个女警探梅尔碰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 一个少女妈妈的离奇死亡案 带来的影响 却如蝴蝶效应一般 迅速席卷了整个小镇 一时之间 梅尔身边的所有人 似乎都被卷入了案件之中 第四大类 政治历史类的美剧 第一部是很著名的政治题材的美剧 纸牌屋 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 美国国会议员 和他野心勃勃的妻子 在白宫中运作权力的故事 在观众面前展示出 不见硝烟的政坛战争 而与我诈的官场 谈笑间灰飞烟灭 看了之后啊 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不禁感叹 还是做个普通人好啊 第二部 国务卿女士 这部剧描述了一位精明干脸 意志坚定 智慧超群的国务卿女士 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 她必须在国际危机 办公室政治和复杂的家庭生活之间 寻找平衡点 Elizabeth过去是一位大学教授 后来又当过中情局的分析师 但是因为道德伦理方面的原因啊 辞职了 前一任国务卿离起死亡之后 总统就下令让她重返白宫 因此她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 有人说这位国务卿女士 的原型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但是这只是猜测啊 大家看了之后自己判断吧 下一部是权力的游戏 这是一部魔幻历史剧 故事背景虚构了中世纪的世界 分成两片大陆 一个是位于西面的维斯特洛 还有位于东面的俄斯索斯 这部剧遵循着几个故事线发展 主要是围绕争夺王位 争取独立和捍卫领土 几条线所展开的 气势宏大 剧情复杂 其中大部分台词是英式英语 所以想学英式英语发音的朋友们 可以看一看 第五大类是科幻类美剧 这里给大家推荐两部 第一部是《迷失》 这是一部科幻剧 总共有六剧 虚构的故事是始于一桩飞机坠毁在一个神秘的小岛上 其后的六年里 幸存者们在小岛上挣扎求生 而在这部剧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线索 那就是每个人在岛外的生活 两个世界就像平行宇宙一样 每个人在两个世界里 也经历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观看整部剧的时候 我都在思索一个问题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你们觉得呢 欢迎小伙伴们看完之后 也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第二部西部世界 这部科幻神剧已经播出了三季 因为采用多线性叙事 剧情比较复杂 故事是设定在未来世界 主要讲述了一个叫做西部世界的未来主题公园 但是在这个世界下各种暗流涌动 部分人工智能机器人出现了自我觉醒 发现了自己只是作为故事角色的存在 并且想摆脱人类对其的控制 而乐园的创造者则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这部剧更像是一部未来人类科技警示录 对了有一些美剧中会有粗俗台词等 稍而不移的情节和场景 请大家挑选和观看时一定要注意啊 好了了解完这22部美剧的题材和内容之后 那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美剧呢 我这里总结一下选择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下面这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选择自己喜欢和熟悉的题材 这样才能更容易坚持下去 比如啊 有的人就喜欢看情景喜剧和青春偶像剧 你非要塞给他一部全力的游戏 他肯定看一集就坚持不下去了 第二个因素 对美剧进行分类 找到适合自己水平的进行观看和学习 在这里面要特别注意 每部剧词汇的难度和声词量的多少 如果声词太多 理解起来难度太大 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明白一集内容 就会很容易失去耐心和信心 很容易中途放弃 那么我们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选择呢 大家可以听听我的这个建议 初级水平的朋友们可以首选 剧情和人物关系比较简单 语速较慢 对白土字清晰 发音比较标准 基本上啊 生活场景的各类情景喜剧 比较适合英语水平是初级的朋友观看 按照这个标准筛选下来 我们就推荐这几部美剧给大家 摩登家庭 好汉两个半 绝望主妇和办公室 在这四部剧里边 除了绝望主妇以外 其他三部都是每集只有二十几分钟 非常适合反复观看学习 那么什么样的美剧适合中级水平的朋友呢 一般是台词不太难懂 剧情相对比较容易理解 人物关系也不太复杂 这样的美剧就适合中级学习者了 比如下面这几部 老爸老妈的浪漫史 小谢尔顿 致命女人 神凡警探 好医生和硅谷 说到英语是中高级水平的朋友们呢 法律 政治 历史 科幻 悬疑题材的美剧都很适合 因为里边的台词有很多专业的词汇 而且剧情内容跟我们日常生活离得也比较远 所以中高级水平的朋友们可以用这些剧来补充英美文化的背景知识 以及累积一些专业类的词汇量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按照学习目的来选择适合我们的美剧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很多时候我们听得懂的句子未必可以马上说得出口 因为我们华人的听力水平一般会比自己的口语水平高一个level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针对英语口语和听力做分别的提高 想要提高英语口语水平的朋友们 可以选择生活类题材为主的美剧 建议大家选择发音清楚语速不太快 声词量在10%左右 很多对白学会之后呢 在生活中马上就能用起来了 这里给大家推荐四部比较适合学习口语的美剧 摩登家庭 老爸老妈的浪漫史 绝望主妇和好汉两个半 那么想要提高英语听力水平的朋友们呢 建议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能够听懂80%的内容 看完每一集啊就能增加20%的新词汇和表达 这里指的就是说我们能听懂就可以了 这样的美剧就非常适合我们用来提高听力水平 我个人推荐下面这五部美剧来给大家练听力 有生活大爆炸 破产姐妹 纸牌屋 新闻编辑室和越狱 想要练听力的朋友们在选择美剧的时候 就不必再拒泥于生活题材类的了 可以是各种类型 大家喜欢看就好了 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关键的一个话题 学习方法 有了这些美剧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习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首先大家要选择可以调节语速的视频素材 如果是要练听力 我们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来看美剧 比如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吃饭的时候 建议第一遍和第四遍用正常语速 关掉字幕来听 第二遍第三遍 你要用你能接受的0.5或者0.75的倍速来听 这时候可以打开字幕 因为在生活中我们会听到不同口音 不同语速的英语 而且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你一言我一语的 没有人会迁就你的理解速度 这些都需要我们强迫自己去适应 我之前被考雅思的时候 是把语速适中的那些听力素材 调成1.25至1.5倍的语速来练听力 等再调回到正常语速练听血的时候 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了 每个单词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大家坚持三个月下来就肯定有志的飞跃哦 如果你是想提高口语 那么无论你多忙 每天都必须要安排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坐下来拿着笔和本 在电脑前面边看美剧边做笔记 因为口语只有通过精听 做笔记和跟读模仿练习才能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把每一集的内容分成两天来学习 把字幕打开 先用正常速度播放一遍 第二遍就按照自己的情况把语速调成0.5倍 随时按暂停键争取能听清楚每一个单词 如果你有不认识的词又猜不出什么含义的话呢 就查一下字典 接下来第三遍和第四遍就是要做跟读模仿练习了 把你觉得好的单词和句子也写在本子上 这样可以以后反复的看 最后一遍调回正常语速再试着跟读 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发现 自己居然可以按照正常语速直接做跟读练习了 那么恭喜你啊 你的口语水平已经提高一大截了 那么看美剧学英语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只要每天坚持学一个小时 一年下来你的英语就会从初级到中级 再坚持一年就能提升到中高级了 所以啊想要花两年时间把英语听说能力 从初级提升到中高级的小伙伴们 还等什么呢 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们之前发布过一期视频 英语听力不好第一步从这里练起 里面分享了如何提高英语听力的秘诀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请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卡片观看 好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